随着进入人工智慧AI驱动的时代 现在的孩子成长在一个 充斥着来自社群媒体 网际网络 新闻媒体 甚至AI产生内容的资讯环境中 为了掌握这个资讯越来越复杂的世界 培养孩子的思辨力 是应对未来各种新挑战 做好准备的最好方式 这一集快乐地图 我们就来聊一聊 如何培养孩子的思辨力 为什么在AI时代 培养孩子的思辨力很重要 孩子每天要面对大量的新资讯 思辨力可以帮助他们辨别错误讯息 识别并消除偏见 了解事实和观点之间的差异性 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不盲从 能做正确的决定 以及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方法 思辨力是孩子在生活上 几乎各方面都会用到的基本技能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 跟朋友起了争执 会倾听彼此的观点 找出问题所在 共同提出公平的解决办法 第二 他们会评估社群媒体上资讯的可信度 不会人云亦云 第三 他们会为想买的东西做好规划 例如比较价格做预算设定存钱目标 不会冲动购买 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在家或学校 可以培养孩子思辨力的方法 第一 鼓励孩子的好奇心和提问 营造一个让孩子们轻松提出 为什么和如何问题的环境 不要立即告诉他们答案 而是提出鼓励 更深入去思考后续问题 来引导他们发现过程 举例来说 当孩子问你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你可以说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它变成蓝色的 爸爸也想知道答案 第二 教导孩子解决问题的技巧 向孩子解释结构化的问题解决方式 例如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步骤 或是一起动脑 思考解决一个问题 可以用哪些不同的方法 记得 过程中要鼓励他们多尝试 不要怕犯错 让他们从错误中学习 第三 促进孩子开放思考和多元化观点 教导孩子在一个问题上考虑多种观点 可以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估论点和讯息 这样可以鼓励孩子用更开放的态度思考 并增强他们解决问题和分析的能力 第四 在课堂中让孩子们合作 举办课堂辩论或小组活动 让学生之间透过互动 学习表达自己的想法 捍卫自己的观点 并考虑相反的观点 这些方式对提升他们的思辨力 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 把批判性思考融入日常生活 举例来说带孩子出门骑自行车 让他们规划新的路线 教他们研究安全街道的地图 估算距离 并考虑交通状况 规划出最好的一条路线 以上讯息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快乐地图 祝福大家快乐幸福 我们下回见 拜拜